啊 终于到多伦多了 好累啊 这里是多伦多的皮尔信国际机场 等下学校有老师来接我 然后等下去我就去找一找那个老师 终于到了 那多伦多的旅程就开始啦 好了 现在我下飞机啦 虽然挺累的 但是学校派了车过来接我 还真的很方便 然后现在我是去我宿舍的路上 是吧 哦 对 这是我的接我的老师Flora 她现在不能回头给我打转 我觉得她在开车 哦 对了Flora 我想问一下 我们学校是大概在哪一块啊 我们学校在地方叫做North York 北约克 也算是市中心的地方吧 然后也比较靠近多伦多 最长的一条街街样街 最近有很多的亚裔餐馆 比方说中国人餐厅啊 韩国人餐厅啊 日本人餐厅啊 反正想吃什么都有 太好了 对啊 到了是吧 到了 好的 谢谢袁伦老师 你不来了 嗯 介绍一下这里的生活老师 韩国老师 韩国老师你好 韩国老师你好 欢迎您欢迎你 你好 辛苦了辛苦了 嗯 OK 来 我们先拿去 我们先拿去 带太多东西了 空管 我自己拿去 好的 那我就把他放到这了 行 好 报约再见 拜拜 谢谢 好嘞 没事 拜拜 拜拜 这是宿舍是吧 这是我们的宿舍楼 看起来挺新的 挺新的 对 好 好 哦 ok 哦 所以你必须发这个卡 你才能到你那个口 我们要到18楼的那边 在18层7号 哦 这边 对 对 18 07 这就是你今后要生活的地方 嗯 我们这个单元有两个房间 然后这一间就是你的房间 很亮堂 挺亮堂 这个单元挺亮堂 对 这里呢是你做饭的地方 厨房 好 这叫厨房 其实在这边的这个客厅里 然后呢学校准备简单的几句 嗯 然后你可以休息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你想吃的东西 好 这边中间它有浴室在这儿 这个洗炼台 嗯 我带你看一下这里的健身设施 嗯 一家房 嗯 对 一家房 然后你看这些设施 嗯 这些是健身房 这些健身房 嗯 健身房同样的我们还是用这个 嗯 这个来开门 哎那我老师那到时候如果之后我在这边生病了的话 我是要怎么办吗 哦生病呢一般我们是看家庭医生 哦 这样的话因为你不熟悉嘛 对 通常是我或者是我要有没空的话 嗯 其他老师会带你去 就会带我去什么 刚来的话就是因为不太好希望有老师陪我 明白 这边有一个study room 哦 这里 你晚上休息的时候 或者说其他同学在休息 然后我们下来学习 你可以在这里学习 哦 study room很安静的 对 ok 这个开心 我们可以去看一眼 好 怎么样呢我们还是用这个能力吧 嗯 shoutf再进去 这个 看一眼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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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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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连一下WiFi密码 然后你就可以跟家人联系 然后给爸爸妈妈报个平安 好的 然后把钥匙给你 你要有什么事呢随时可以联系我 好 然后我把我的信息留下给你 然后我们随时有什么事随时联系 谢谢 嗯 谢谢 来 欢迎你 拜拜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梅肖 今天是我来东东多的第一天 然后现在大概是晚上九点的样子 因为时差的原因 我已经有一点困了 嗯 那明天呢 就是我在TCA高中生活的第一天 现在还有一点兴奋 这也有一点点紧张 那就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吧 然后我也决定 通过用视频的方式 来记录我在多伦多的高中生活 嗯 那就先这样啦 我就睡觉啦 拜拜 我昨天晚上两三点才睡 然后早上又五六点就醒了 一直睡不着 可能是因为时差的原因 叫调整一段视频 哦 哦 对了 忘记介绍了 这是我的室友Gladys 他人特别好 我昨天来的时候 他都会帮我安置什么的 哎 我现在好饿呀 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东西 我现在就带你去吃早饭了 哦 那早饭餐厅在哪呢 会不会特别远 我远就在对面 哦 就在那边 就在那个地方 还挺近的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然后我的室友带我去学校的食堂 然后一起吃早餐 嗯 然后现在这里就是我们学校餐厅 每天很多学生在这里解决啊 早餐 午餐 还有晚餐 嗯 因为为了方便我们的中国学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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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can I get 啊 你叫什么 omelette Can I get an omelette please Can you omelette or with me Sorry You want to get your omelette or with me 啊 哦 哦 With me too for me 哦 哦 with meat 他应该是在帮我们做我的 刚刚点的东西 然后现在应该是在蒸鸡蛋吧 那在加拿大第一顿早餐 完成 进来 和米娜好吃吗 嗯 你好 你是全美威同学 对的 哦 你好 请客 你有英文名字吗 有 有 然后我们知道 嗯 嗯 怎么 Can I'm also in 他也在 我们记录一下你在这里的 学习生活 嗯 好的 我想知道一下 你对学习生活 还有大学申请 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嗯 我现在就是对 华天卢大学 多多大学 这两所大学 比较感兴趣 但是具体的专业方向的话 我还没有太想好 好的 之后呢 我们会规计你的 原来的在昨天的成绩情况 以及在我们这里的修课情况呢 给你自己一个完整的个人升学计划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十年级的特长 好了 这个我要先给你 这是一个学校的帐号 你可以插上自己的转学跟记录 包括你之后修课的出勤 以及成绩扫分的情况 你的账目也会得到一个密码和你的空间 然后你可以查询 是的 可以查询你的学习情况和老师的评语 那现在我上午的课就上完了 然后现在我就去上第二节课 刚刚第一节英语课感觉还挺好的 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 然后大部分东西我都还听得懂 然后等下午上完第二节课 到今天的节书啦 Belie也在这 我们去打招呼 嗨,Belie, how are you? - Good, how are you? - How are you? - Hi -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 How are you adjusting to your first day? - I think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 A bit nervous? - Yeah, but like everything is fine right now - Okay, good - And did you have a good sleep? - Um - At your new condo? - No - Not really - I have jet lag - Yeah, that'll get better with some time - It's still brand new, right? - Mm-hmm - So this is the end of my tutoring - And this is my tutoring teacher Bailey - Hi - Hi - As you can see, Michelle's English has improved so much from our tutoring sessions - Thank you, that's because you work and effort - Yeah, you work so hard - Thank you -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 you again next week - Sure, thank you, bye - Bye - Hi, this is Michelle, welcome to my vlog - Welcome to my vlog - Today I'm already at the 705th of the year - And then - So -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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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可爱 上面还闪闪的 然后他给我写了很多祝福语 就是各种祝福吧 还挺用心的 那现在我要把这个珍贵的贺卡 贴在我的scrapper上 这一本呢 就是我对自己在多伦多两年高中生活的记录了 现在翻到第一面还挺 就是还能回想起当时刚来的时候的难受吧 就是第一次离开父母 然后距离也特别远 这是我来的第一个机票 然后我又把它贴下来 然后这是我的地铁站拿的第一个transfer 我刚刚来的时候没有觉得自己很around 这就是很大的环境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 然后等自己sat好之后呢 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目标 因为我知道我想就是进很好的大学 然后我在这边就有我的三个dream schools 然后有University of Toronto的 Weston还有Waterloo的 然后让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我的volunteer 我义工的活动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第一次volunteer 记得到当时volunteer是去一个就是相当于 就是给这种小孩的一个培训班吧 然后这个是我遇到的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 然后当时在那边我就是真的学到了什么是叫什么是耐心 然后这边是我在学校参加了一个商会的 在学校组织的一个商会的活动 跟TCA的同学 去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时候 然后在他们那边参加了一个quantum lab的一个活动 一个physics lab 然后就是去滑铁路参加物理实验 这里有一张应该是老师拍的照片吧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就是我带着头上 头上带着这个sensor 它能检验我有多concentrate 就是我的注意力有多么集中 然后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topic 就是它能够根据我们就是一个检验 然后来感知你自己内在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是offer啦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啦 我在二月份的时候收到了University of Toronto的那个roadman commerce的offer 当时真的是第一个offer 兴奋的要跳脚了 然后这边是我在五月份收到University of Toronto的of Waterloo的 我最喜欢的那个专业compu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反正收到offer就放心了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去take了我第一次雅思 然后拿到了overall band score是八分 然后自己还挺骄傲的 反正当时查成绩的时候真的是要跳出来的那种 这是我的朋友精心为我准备的蛋糕 一个很大的surprise 因为当时我就想着自己在这边过啊 就算了吧 就没有太在意 但是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很大的蛋糕 然后各种礼物啊什么的 就感觉其实在多伦多这个陌生的环境里 有很多很温暖关心我的人 好了 这就是我在多伦多两年的经历啦 这就是我在多伦多两年的经历啦 今天我毕业啦 终于是最后一天啦 大家现在都在换衣服我已经放好了 我们去看一下大家怎么样 好 谢谢 是 Say hello It's not a clock Hello Congratulations It's been a long journey Thank you You're halfway through You'll go back to home With your university diploma Looking forward to a speech This is my best friend Fiona Say hi How are you feeling right now? I'm really excited we just graduated Wow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for university? I'm going to make master university I'm not going to see you at work We're still going to see each other Hi Now I'm ready to share with my mother And then I'll show you the whole process Hello Hello Today is my graduation Let me see my hat This hat is not the same The wall is going to be in town This is 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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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eautiful It looks great It's a school You're being a junior Yeah You got to know Which one is the university of the university? So I'm getting to know 不出来 成绩出了没有啊 昨天刚出 你问的也太巧了 那个 昨天 对 昨天成绩出了 然后现在就是拿到了一个 就是Top 25 就是前25%的一个奖状 然后今天好像是 学校会把那个奖状给我们 好的 那我把手机 那我把手机给我同学了 好 等一下见 拜拜 到底成功 好 好 拜拜 嗯 嗯 I am privileged to stand here and congratulate all of you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It feels like yesterday we were still in class but today we are already graduating I can still remember the nights I struggled to finish my English presentations thanks to Michael My classmates Graduating from high school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our lives It's the point where we grow up and be adults no matter where we go or what we do there are challenges ahead of us what I'm asking from each of you and from myself too is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straight on with our head held high and hearts wide open so to the class of 2018 the future is truly in our hands so let's make the most of it We'll see you next week and have you back in the next week and we'll see you next week and have you ever seen in the next week and have you back in the next week 感谢观看